据中国新闻周刊,8月23日在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,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副部长董建国表示,要研究建立房屋体检,房屋养老金,房屋保险制度,目前上海等22个城市正在试点,很快围绕房屋养老金的诸多话题冲上热搜,特别是关于收费标准,8月25日,住建部紧急发声强调,房屋养老金不是房地产税,公共账户不需要老百姓出钱。 不过房屋养老金分为个人账户和公共账户,对于老破晓的房屋养老金谁来出,老百姓仍有很多疑虑,对此董建国在8月23日已明确表示,个人账户通过缴纳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已经有了,试点的重点是政府把公共账户建立起来,8月25日住建部也强调,公共账户不会给群众增贴负担,当前改革下,公共账户的款项来自公共资金,目前由地方政府探索资金筹集渠道, 至于个人账户,上海一居房地产研究院副院长严岳进表示,房屋养老金中个人账户,实际上就是现行的住房专项维修资金,由原先的物业维修基金平移过去,不需要业主再出资,不过在推进房屋养老金的过程中,不排除会遇到历史遗留问题,严岳进指出,维修资金规及政策,是2000年左右才开始正式实施。 很多老旧房屋、房改房等,都为建立维修资金的账户和数据,房屋维修基金的收取和管理缺乏规范化,原有资金规模并不大,需要建立比较系统和全面的资金支持,都要等待房屋养老金等制度的持续推进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